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会穿插大量真实的音频和视频 而自己则是代替故事的主人公 将故事呈现给大家 信或不信 大家自行判断 她扮演的就是我们本篇的女主泰勒 不久前的夜里 泰勒的丈夫在自己身边离奇死亡 为了找到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 泰勒找来同是心理医生的朋友 她想通过催眠唤醒事件发生时自己的记忆 随着医生的倒数 泰勒陷入了沉睡 意识也回到了事发的那个晚上 夫妻二人做完羞羞的事情之后 丈夫就睡着了 而泰勒却十分清醒 忽然被催眠的泰勒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医生连忙追问当时的情况 泰勒回忆到自己亲眼看着 丈夫被入侵人员 用类似塑料的棍子刺穿了胸膛 血不断地涌出 医生提醒泰勒回头看凶手的相貌 可奇怪的是 泰勒的身体仿佛被某种力量压制 完全动弹不得 更别提回头看凶手的脸 与此同时泰勒的情绪越来越崩溃 于是医生只能提前结束催眠 将他唤醒 清醒后的泰勒无比自责 他认为如果自己坚持下去 可能就能看到凶手的脸了 好在还有医生陪在他身边 安慰他 开导他 画面再一转 时间已经到了两个月之后 泰勒逐渐摆脱了丈夫去世的阴影 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 丈夫生前接手的工作 在和病人的沟通中 泰勒发现这个小镇 很多患者都有相同的症状 无缘无故地半夜惊醒 同时他们都表示 惊醒时会看到一只白色的猫头鹰 在盯着自己 没有人知道这个猫头鹰 是从哪里来的 只是惊醒时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晚上的时候 泰勒从自己丈夫之前 工作录下来的磁带中 也听到了关于这种病症的研究 那这一切和丈夫的死 有没有关系呢 或许只有揭开大家失眠的原因 才能得到真相 于是泰勒决定 为其中一名叫大壮的患者 做一次催眠 在大壮的回忆中 他并不记得猫头鹰的样子 只记得自己睡着时 有其他的东西闯入了他家中 那东西似乎非常可怕 大壮在睡梦中 被吓得哀嚎不断 于是泰勒连忙叫醒并安慰他 这一切不过是催眠的一种暗示 他看到的一切并不是真的 可是大壮在被催眠时 似乎真的回忆到了什么细节 他难难道 那一切都是真的 但当泰勒问他 究竟看到了什么时 大壮犹豫了一下 改口说自己什么都没有看到 泰勒当然不会相信大壮的话 但是也无可奈何 只能让他先回家 当晚警察局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一个女人声称自己受到了生命威胁 而那个想要杀了他的人 正是自己的丈夫大壮 大壮拒绝和警方交流 只是嚷嚷着要和泰勒见面 为了安抚大壮的情绪 警方带着泰勒来到现场 这时的大壮情绪越发激动 他告诉泰勒自己确实回忆到了一些东西 如果泰勒也能见到那些画面的话 就会理解他现在的所作所为 泰勒连忙追问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大壮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说无所谓 反正以后他们都不需要再经历那些了 说完就开枪杀死了自己的老婆孩子 紧接着大壮自杀了 开枪前他嘴里还反复的念头着什么 小镇发生了这么大的凶事案 作为最后一个和凶手通话的人 泰勒理所当然被警方留下审讯 警察图顶哥怀疑大壮的异常暴行 是和白天所做的催眠有关 于是要求泰勒停止现在所做的一切研究 泰勒白口莫辩 发生了凶杀案 警察不着急调查 而是忙着推卸责任 这让他对小镇上的警察十分失望 晚上 泰勒边描述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边录音 他说所有人都声称见到了猫头鹰 只有催眠过的大壮说自己看到的并不是猫头鹰 但他并没有说那东西到底是什么 第二天泰勒的医生朋友过来找他 想劝他放弃研究这件事 但杀夫之仇还没有报 自己还被警察怀疑是幕后真凶 他说什么也不肯放弃 把昨天的录音交给助理后 泰勒又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这次的患者小白直接要求泰勒给自己做一次催眠 最近三个月已经接连发生两次自杀案了 他想知道自己究竟遗忘了什么 泰勒也想了解事情的真相 于是同意给他催眠 但因为他之前才被警察秃头哥警告过 不要轻举妄动 谨慎起见 泰勒找来自己的朋友医生来旁观 一开始被催眠的小白还比较平静 直到他看到有什么进入他的房间后 神情开始变得十分痛苦 泰勒赶忙问他 进来的人到底是谁 可小白不能描述出那些人的具体容貌 他只说从很小的时候那些人就存在了 紧接着小白开始浑身抽搐 泰勒见小白的状态很差 于是直接唤醒了他 清醒后的小白大吐特吐 他说自己可以看到猫头鹰 但那并不是真的猫头鹰 他们可以和自己用意识交流 随后动弹不得的自己 被他们带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也不记得他们究竟对自己做了什么 他只知道自己能清晰地感觉到恐惧 现在小白终于明白了大壮 为什么会选择自杀 因为夜里发生的一切让他生不如死 小白走后 泰勒和医生讨论这次催眠得到的信息 泰勒认为是外星人在夜里绑架了这些人 在送他们回来时删除了他们的记忆 医生则认为外星人不过是无稽之谈 就在这时助理闯进办公室 说昨天晚上的录音带有问题 原来昨天晚上说完话之后 泰勒就睡着了 录音设备则是一直都开着 不一会儿门被打开了 紧接着是泰勒的尖叫声 不仅如此 录音中还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泰勒认为那声音不是自己发出的 那就只可能是半夜闯进来的人发出的 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 泰勒一遍一遍地重复播放录音 随后他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些小伤口 在地板上也发现了自己抓出来的痕迹 泰勒梳理出自己当时发现了闯进来的东西 于是拼命反抗 但是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过大 自己还是被带走了 这些也正和催眠小白得到的线索有了重合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破解出 录音中神秘的声音究竟是什么意思 泰勒把录音交给了丈夫生前联系的语言学家黑博士 他听完录音后 断定这些奇怪的声音 是已经失传已久的苏梅尔语 只是现在的黑博士他们没有足够的研究资料 所以只能翻译出一些词语 从录音中黑博士听到 我们的创造检验破坏和毁灭这些词汇 虽然没有完整的翻译 但大致可以听得出来 这些录音充满了恶意 就在这时小白的妻子打来电话 他告诉泰勒 小白现在的状况很差 一行人赶忙来到小白的住所 这时的小白的身体上出现了很多不明伤口 他不停地重复着让戴勒催眠他 因为小白想把自己看到的一切公之于众 催眠开始后 小白突然坐了起来 紧接着跌破众人眼球的事情发生了 他嘴里不停地嘶吼着大家听不懂的苏梅尔语 整个身体在毫无助力的情况下 悬浮在床上 全身的骨骼发出咔咔的声音 屋内磁场的变化 使得录音机留下的画面闪烁跳跃 小白像是一个毫无意识的信息传输工具 他将口中的苏梅尔语传递完之后 就跌回到床上 此时摄像机拍下的画面也恢复了正常 所有人都被这超自然的现象吓了一跳 这完全超出了他们对这件事的认知 泰勒第一时间回到家里收拾行李 准备带着自己的儿女离开这里 但是接连两个人在接受泰勒催眠后出事 本来就认定泰勒是凶手的秃顶哥 自然不会放任他离开 泰勒解释说 小白的伤和自己没关系 是未知的外星人利用某种力量 从体内伤害了小白 兔顶哥并不相信他一次比一次离谱的说辞 但因为当时拍摄的录像带 因为画面跳跃失真无法成为证据 泰勒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 兔顶哥当即就想要逮捕他 好在这次在场的还有泰勒的朋友医生 他愿意为泰勒作证 这才为他逃离了牢狱之灾 只是泰勒的嫌疑并没有被洗脱 在事情查明真相之前 他只能待在这个房子里 警察会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着他 当天晚上3点20分的时候 负责监视泰勒的警察发现 一个类似于UFO的不明物体 出现在泰勒的房子周围 于是他立刻下车查看 就在这时车上的监控像 更是感受到磁场的变化 逐渐模糊失真 从未见过如此场面的警察 连忙叫来增援 等增援到达泰勒家时 泰勒崩溃了 他的小女儿被外星人带走了 这次目击到UFO的人更多了 负责监视的警察 泰勒的儿子 兔头哥依然不相信他的说辞 他固执地认为 是泰勒自己把小女儿藏起来 企图欺骗所有人的眼睛 让大家相信他荒唐的借口 兔头哥认为 泰勒由于丈夫的死 变得精神错乱 于是他以安全为由 将泰勒的儿子也带走了 接连失去丈夫儿女后 还被当成嫌疑人的泰勒 终于忍受不住 他倒在地上崩溃痛哭 但现在不是脆弱痛苦的时候 警方不相信外星人的存在 那么能解救女儿的 就只剩下自己了 贫复好心情的泰勒 叫来医生和黑博士 他要再对自己进行一次催眠 进入催眠之后 泰勒表示 有一只猫头鹰 带着诡异的微笑盯着自己 随后他又说 那并不是猫头鹰 从他的回忆碎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被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紧接着 背后一根悬浮的机器 刺穿了他的身体 随着泰勒的神情越发痛苦 录像机派的内容 也逐渐变得画面模糊失真 等画面再次变得清晰时 催眠结束了 之后泰勒昏迷了好几天 醒来后 兔头哥来到他的病床前 为之前对他的怀疑而道歉 不过他不仅仅是来道歉的 他还告诉了泰勒一个事实 他的丈夫并不是死于戾气穿刺 而是枪伤 也就是说 他是死于自杀的 在后来的访谈中 泰勒提及 当晚上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被外星人劫持 然后大家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然后进行各种残忍的实验 进行实验的外星人 抹去大家实验时的记忆 并不断告诉大家 他们是所谓的上帝 现实中 泰勒依然没有找到他的女儿 不过他坚定地相信 自己被抓走的女儿 仍然活在世界上的某处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整个影片看下来 我们可以得知 这个叫诺姆的小镇上的人 长期被外星人当作小白鼠 在他们身上 做一些丧心病狂的实验 实验结束后 大家就会被抹除记忆 送回到家中 有些抹除记忆不成功的 或因为催眠回忆起实验过程的人 他们不能接受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 于是选择自杀 结束掉自己的生命 就像泰勒的丈夫 而泰勒印象中 自己丈夫被力气刺穿身体的画面 也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只不过那是在外星人的实验中 实验结束后 泰勒的丈夫被完整地送回到卧室 但不知什么原因 她的记忆没有被消除干净 于是不堪忍受的她用手枪自杀了 还有一些人则是不想忍受 自己心爱的人 夜夜被痛苦伤害 于是选择亲手结束掉 所爱之人的生命后自杀 就像大壮 她认为死亡对她和家人来说 都是一种解脱 所以在她杀死家人之前 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她对家人的爱 而贯穿整个片子的猫头鹰 则是外星人形象的一种缩影 可能是长得像猫头鹰 也可能是外星人 为了融入地球环境 观察人类生活所产生的一种幻象 宇宙浩瀚无银 人类的诞生并不特殊 在其他环境中诞生出 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生命体 也实属正常 强大的生命体 永远主宰着弱小生物的一切 也许对于科技发达的外星人来说 我们的生命如同草芥蝼蚁 而人类也许不过是 被人困于鼓掌之中的玩物 这样的差距我们无法想象 但现实就是这样 我们永远面对的是无尽的未知 未知则是代表着无数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被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放大具象 和现实中出现事情联系到一起 让人感觉到一针一换 头皮发麻 这也是本评观看后 觉得后劲强大的原因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想优优独的 我是想优独的